哈格比台风的外围环流为北台湾带来了强降雨 也使得台北松山机场能见度低于标准值 所以从上午的10点11分开始 一直到下午的4点多 一共有4度是停止降落 造成了航班大乱 而统计到下午3点半为止 松基国内航线总共有8个航班被取消 23个航班延误 还有原本要在松山机场降落的班机 都因为天后的问题没有办法降落 只好转降其他的机场 许多的旅客也因此行程大乱 受到台风影响 松山机场许多航班跟着因此一度取消会延误 也让民众挤爆归台 地勤人员跟着满翻天 接着更改航班时间 要前往里岛豁达其他国内线航班的民众 没料到台风大乱的行程 13点20分往台东 因为哈格比台风外围环流 带来的暴雨造成松山机场能见度不佳 从3号上午10点11分开始 松基只能起飞无法降落 直到中午12点08分才恢复正常 请问有早上11点15分取消的旅客吗 选择旅客拎着大包小包 就是要飞往离岛旅游 无奈却受到影响 到了下午4点33分 松基再度无法降落 统计一共4度停止降落 造成航班大乱 而截至下午3点半 松基国内航信有8个航班取消 23个航班因此延误 飞机没有回来取消了 就一直等了 等到飞机 那边都订好了 想要提早回台东 怕就是下午那个雨会越来越大 一点点底了 两三个小时吧 不只想飞去离岛的旅客行程 因此全被打乱 就连想飞回来的旅客 也无法降落松基 只好转降其他机场 像是利荣航空就两架飞机 转降桃园后再飞回松基 还有一架转降台南 俄华信航空也有两架转降桃园 两架转降台中 这回台风外围带的雨势 已让航班跟着大受影响 记者送不到